三交十节走在这面 我的弟兄姐妹 不要做多人的师父 因为晓德 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原来我们在许多世上 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得住自己的全身 我们若把绝法 放在麻嘴里 叫他克服 就能跳动他的全身 看啊 船只虽然盛大 又被大宗推逼 只用小小的舵 就觉得反舵的意识转通 这样舌头在白皮里 也是最小的 确认能说大话 看啊 最小的火能点到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皮中 舌头是个最恶的世界 能呼唯全身 你能把生命的独自盈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各位的狗兽 非情昆虫水毒 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制服了 唯独舌头没有人的制服 是不止息的后日 满了爱死人的瘤器 我们用舌头授在那 为主为父的 用舌头咒咒那 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 授在和咒咒同一个同理自然 我的弟兄姐妹们 这是不必要的 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 我们请主日学的小朋友 可以到三楼 可以到三楼 好 谢谢小朋友 我们再到三楼 好 谢谢小朋友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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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是今天要分享的 这个题目叫做 说照顾人的话 我要去 我要去 牧师有说 从七月份开始 我们一系列 我们工作还记得的话 我们有服事的义务 有顺服的生活 那在每一次前一年的部分 牧师都会用 一个开门见山的方式 例如 顺服的生活 顺服的生活是 我们一天要顺服 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想要看看 我们都觉得神想要掌握我们的恩命 所以我们老老选择的是 不是一个顺服 而是按我们艺术做的生活 但服事的义务 我有讲到 一个真的重生得罪的基督徒 如果你已经受了神的恩典 恩命你能够去服事 其实你是想要为善 因为你让祝福从你到你这里为止 你受了神的祝福之后 但是你却没有让他跟你们分享这个固扯 分享 去服事别人的生命 那 经过前几周之后 我们要来看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必然的 必然的 如果是一棵健康的树 就会结出一个健康的果子 所以我们今天用 两个树 三章 一到十节 还有其他经过 我们从说到就人的话 这件事来看看 一个健康的经历 我们生命当中 应该在言语上 有怎样的表现 在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跌倒 就是因为我们言语的不谨慎 我们常常不去 因为一句别人的话跌倒 或者让别人跌倒 有时候因为我们 彼此之间很熟悉 却忘了身份 圣经很感兵贴铁的说 言语无过的算是完全 所以弟兄姐妹 这句话 这句话 我们要来思考 如果我们不能用言语 来造作人 其实我们不能好好的 做神来示威 我们看到圣经的纪约 神到世界的时候 一出去 一出去 事就这样成了 然后圣经有记载 所上帝的话 绝不通通感觉 所以我们要 首先知道这件事 就是言语 是绝对在有意义 言语 绝对在有意义 可能大家 有的知道 一个叫做比马隆小物 有个人知道 什么叫比马隆小物 不是那个糖 不是那个可以吃的糖 那个马卡罗 比马隆小物是什么意思呢 我记得 我在以前读播中的时候 我奶奶照顾我 因为我的爸爸 爸爸妈妈不在一起 那爸爸呢 在外面 有时候不定时的 跑过回来 回来的时候 比如说就是 游轮到姐妹 有时候 回来会给我们 免用钱五百块 一千块 因为很久的人去找他 所以我说的这个比马隆小物 就是心理学家 他有研究 说如果你一直跟一个孩子 鼓励他 或者否定他 你的原因是不希望他这样 但是你所讲出来的话 所以他一定会造成影响 所以那时候呢 很疼大我的奶奶 你会让他跟我讲一句话 那以后不要跟你爸爸一样 以后不要跟你爸爸一样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 可是你又发现在那一段时期 很叛逆的时候 心里都是苦啊 直到不能够的样子 可是因为 奶奶这样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的时候 其实很多苦力的地方 就被否定了 就被否定了 然后自己不知不觉的 就朝那个地方去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基督徒的言语 我们不能造作人 我们往往是疲敌 我们往往是怒断 其实我们带给别人的生命 是很多的伤害 因为话语是带着一定的 所以圣经里面 关于话语 有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当师母说她合作听得到 那是很严重的事情 但是更严重的事情是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管辖 我们的舌头 那将会发生大事情 好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 当我们经文的里面 故事所读的两个书 相当一到十节里面 他至少把舌头 有做了这四个的一个记载 第一个就是说 舌头是让我们有意莫失不完全 我知道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故事 一个人他敢起码乱讲话 他把他受不了 他把他是有名望的人 有时候必须带着 这个儿子往上去 那有一次参加一个作念 跟着他儿子说 姑姑你不要再来这样讲话了 每次你乱讲话 我替你擦屁股 有时候甚至乱讲话 不被人打 今天无论如何重要的卡得 我一句话都不要讲 他就说 阿婆 不要讲 不要讲话 不讲话 我来那一个小时 第二个小时 在我们的固定的当中 高高兴起来吃完蛋 要走了 一句句话 快乐 今天儿子终于没有出口 没有出口了 结果要走的时候 儿子 忍不住开口 好吧 我今天都没有讲话 等下让人家出了什么事情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我想很多人听过这个故事 所以这倒是我们的一件事 是话说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是很快的 有时候没有经过思考的 但是话又像什么 话像你有一个枕头 枕头里面是那个羽毛 羽柔的枕头 你把它撕开以后 让它水落掉 如果一个说错的话 一个不确实的话 你要有一天 要把它收回来的话 就好像这些羽毛 你要一颗一颗把它拿回来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话语没有知好而说出来 让我们柔衣过失不完全 那第二个章 第二个里面 它有讲 它说 身受和受体 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姐妹 这是不应当的 这是不应当的 我们怎么可以用舌头来送 在那个主天书基督 或一方面说 天父啊 我们感谢你 但是用舌头 证主那按着神的形象 我们的形象是 神按着自己的形象 你怎么可以一边 称颂神 一边来提醒主耶稣 一边有着神 有着神 神形象的 这些人 那 我们可能会说 这个我们有注意 就不会了 可是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我用一个生活中的小细节 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名语当中 或者老我的当中 是多么的容易 马上被影响 我相信大家有一个经验 不是你打码门的 孩子就是考试考的这样 或者是同学出去了 如往回来 正在骂小孩的时候 电话响了 看牧师的电话 在骂小孩 喂牧师你好 有分点是吗 这是我的要讲的意思 就是说 在这个当中 我们在文娱里面 文娱里面 我们不小心不紧线的时候 在文娱的时候 我们让我们的言语 对我们的劳力所控制 而不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看看耶稣在这时候 让我们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会容易地按住我们的性情 按住我们的情绪 按住我们的感受 就把这个话讲得出来 所以就会发生这笔所说的 应该发生站立的声 却又常常受罪别人 所以保罗大概很多时候 他那么生命中 那么深刻的欲望主任师傅 可是他说什么 我真是苦啊 我想去做的 我没办法去做 我不想做的 我反而醒了 不然 弟兄姐妹 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 如果今天在这件事情上 靠我们自己约南的本性 那觉得自己应该平定 那如果靠我们就可以胜过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能不需要胜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在雅各夫三章一章十节 他用了一个非常非常 很有画面的一个去处 他说在这里 他说看啊 那最小的火能够点燃最大的数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改体中 舌头是个最后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延点起来 并成一种地域里点 好 我们白话也说就说 如果我们不管理我们的舌头 我们舌头会点燃地域之火 让我们的生命是滚上地域 万劫不过 从这个步道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里面 圣经里面对于言语上 对于言语上这件事情 是伯伯的看重 因为如果能够管辖舌头的话 其实在其他很多的地方 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来自愈好 来自愈好 那第四个 正对于他说是不止息的恶物 是满了爱死人的武器 所以在这看到 舌头如果不管你的时候 会做那么多的事情 所以会不会有一个结论 让我们把舌头留点好了 不是 我们舌头被造的路病 如以赛亚书六章六节 刚刚我们念的启示一样 是圣诞神 是在神的面前发出赞能的声音 所以 放在这后面 那第二个 我们要来看 所以第二个 我们要知道说 在 刚刚看了这些的一个圣经的记载 我们如果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 我们不要用舌头做什么设限 马太人1.23章1到8节有一个记载 那这个记载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成为只会说不能行的人 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记载 那马太人1.23章1到8节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主讲论说 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罗西的位置上 凡他们所分付你们的 你们都要谨守、尊情 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做 他们把男单的动担 困起来 搁在人的肩上 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扯扯 他们一切的事 都是妖妖的看见 所以将佩戴的经纹坐穿了 一场的堆子坐藏了 喜爱宴席上的首作 会堂你的高位 又喜爱人在世界上问他 安、称呼他拉底 就是称呼他这个呼嘴 但你们不要受拉底的周固 因为只有文队是你的夫子 你们都是义兄姐妹 好 这是在这里做的一个记载 说不要成为只会说不能行的人 所以我们在照这里面的提示 或者彼此下开的当中 不是只有用嘴巴掌 乃是要有实际的行动 我今天晚上再跟新帮你来分享 在分享一些在团戏里面的约定 用了一些的心理的朋友到里面来 或者我们的团戏要成为 怎样的一个团 一个团 一个团 或者做出一些的约定 这些事情的里面 那在跟他们讲的时候 跟他们讲的时候 所以我告诉他们说 他们必须要用实际的行动 实际的行动去做发怀 而不是只有嘴巴做苦难 但是实际上都不会去坏心的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从前面 这边来看见 然后我跟他们分享到这个事情 我看到这里经文里面 他说 凡他们所跟付你们的 你们都要给所跟随 所以说他们讲的是上帝的话 是神的话你的话 这是对的 你们应该去做 你们不要看他们的行为 然后就说 他们都这样 那我们也要这样 或者说因为他们这样 所以神的话是假的 不是 而是在这里耶稣说 这些人呢 彭大大的 手跟脚都短短的 他们只会说 但是他们不会去做 他们只会说 他们不会去做 而且更要紧的是 更严重的是 他们把男单的动担 抖起来 搁在人的肩上 因为你们知道吗 曾经有很多调查 在教会里面 对杀人的一句话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教会里面对杀人的一句话 就是有不中年来到教会 当中 一段时间之后 一段时间之后 他可能都表现很好 或者他一直表现都不好 但是一句话出来 你怎么来到教会那么久 还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自以原意 我们的上帝原意 是我们说 你怎么我带了你那么久 你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昨天晚上我也挑战我的亲号 就是我说 你的朋友 我们要去牧师那么久 我们去看他那么久 就是神圣灵跟你说过 你怎么那么久了 都还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没有这个资格 去勿管这个地方 男单的动担 就是把圣经里面的这些教义 你这些的律法 不是自己要求自己去跟着 而是把这些放到别人的身上 去要求别人 欢以戴行 但是也以对着 也以对着 各位听众姐妹 我们要知道说 在舌头的上面 我们不能成为一个 只会说 而不能去行的人 而是要在每一个人 可以做的事情 就如同上个礼拜所说的 我们是百般恩赐的管家 应该要做的是 用彼此的恩赐 来彼此同事 让我们的生命 因着彼此同事来相爱 能够跟你更加的来得到宏布 好 那第二个 不该用舌头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那 法太福音第15章18到20节 有这样的记诞 他说 这百姓用嘴子 你跟进我 心却远你我 他们将人的分布 当作道理来教导人 所以爱你也是我们 这里所说的是 嘴巴有神 心里没有神 交的不是圣经的道理 乃是世上的道理 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是 如果基督徒 我们的信仰没有分析 你要去听神的话语 你猜出来 你真的想不出来 你能够跟人家分享的 是你身后的经验 是你工作的经验 是你过去生命 是你工作的经验 但你无法跟人分享是 神如何在你生命当中 尽造你 方便不成经验 所以他们只能 将人的分布 当作是道理来教导 所以今天可能 如果我们 在信仰上 不求根基 把它扎扎实实地打下来 我们能够看法去教导 所以 耶稣教的众人 对他们说 不要听 不要明白 所以耶稣教 他讲的是 这一些人 你吃进去的东西 或者说外面的 其实不能让一个人忽悔 而是从嘴巴出来的 才能够忽悔 他说指的 就是在 他所真的 就是 刚刚所讲的 这些文字 和法律下来的 你看他们听到了 那种 耶稣在骂他 所以他就 不服 他就不服 那 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就在这里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 岂不知 把入口的 致命到肚子里 又落在毛疯坑里 一直都说 我们撕下去的 从外面进来的 由天要抬出去 它不会在我们身体里面 造成多大的影响 唯独出口的 从嘴巴讲出来的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国教 是由心发生 所以你的心里 是忽畏 是敌对基督的 是不信神的 影响出来的 所以我们会影响 破坏人的生命 就是这里所说的 忽畏人 那在他后面所讲的 心里发出来的 那我们把这些东西 把它归纳成 如果有言语的 那至少有后面两个 就是广正和半语 就是说 毁荡别人 不如做别人 还有做假见证陷害人 这个都是从我们嘴巴 不应该做的事情 不应该做的事 所以 马太福音师 刚十八道的时间说 唯独出口的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正才忽畏人 望正和胖底 这个都是我们 不应该用舌头 来做的事情 好 那第三个 圣经中 教导 关于舌头的教导 或者说 为什么说话 用 问我们舌头说话 它会反映出什么呢 第一个 让我们看到 怎么样的数捷 怎样的解释 弟兄姐妹 如果你今天说 没有啊 我只是说话 说随便的一点 其他我都很好 好像 一直在讲说 我已经九十分 九十五分 我比那些人好很多 可是这里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是生命的当中 它是数分的关系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师 十二章 三十节到三十七节的记载 你们或以为数好 我自己也好 数坏 国之也坏 因为看国之 就可以知道数 独神狗类 他在那里指的 还在法律下来 他们的文字 你们既是恶人 甚至能说出话话呢 因为心里所通常的 口里就说出来 善人 从他心里所承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 从他心里所承的恶 就发出善来 我要告诉你们 他们所承的善话 当神他的日子 必要继续公平 因为要平等的话 必有的义 也要平等的话 必有的义 必有的义 好 那我们看到这里的记载 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在神的原则上 他如果 加上牧师的讲法 如果你生命当中有 五个要改的 结果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都改了 但是讲话很随便 没有改 结果有 如果是没有改 但是有时候没有暖落 你有时候没有办法 去胜过这个 你愿意说 对不起 我用讲座 对不起 我这个又失眼了 然后你马上的去 悔改这个罪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稳弱 这个稳弱 这个稳弱叫做到 你知道自己的不足 这些求神的方式 可是呢 刚刚我们所看到的是 你全部都改了 唯狐这营养中心 你不想交给上帝 这代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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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代表我们信仰当中 挑战到一个很重要和气 这个核心就是 正理 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耶稣今天的求人 是不全备的 是不王备的 祂能够改掉你生命 有90% 但是对于那5%和10% 祂是没有刚好改的 大看之下还是这样 好像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是 原来在你的信仰当中 你可以办法对耶稣基督 全来的信仰 你这样自己容易的 在外表的 在可以去 可以去觉得说 不会痛的部分 你交给耶稣 但是最深层的 不为人所知的 或者那个最需要的调整的 你还是用原来的老我 在那边生活的 所以 怎样的树结出 怎样的果子 可能在开花 在展树面的时候 看得不出来 但是 这个瓶 这个瓶又是好是坏 到时候结果的时候 就看得出来 所以有一句话说 是鱼是盲 怎么样 牵出来又又看就知道了 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在我们的果子 在我们的联系的当中 就可以知道 我们是不是一个 有着信仰 有着耶稣基督的爱 在我们的内心的人 所以这分析里面 透过马太福音十二章 三十三到三十七节 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讲话 其实就是你信仰的一个展现 所以不可能说我做很多的 我会祷告 我做很多的图示 但是我只是讲话随便 不是 讲话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果子 第二个 我们要承认一件事 就是说 随便讲话 或在言语上 喜欢前言前语 或者喜欢在那边攀话 其实是属于人性的反弱 言语诸十七章九节 有这样的记载 人心比万物都诡诡诈 坏到极度 谁能视同人 为什么会有贤言贤义 为什么会有这些丰凉的话 我们去探究很多的原因 都看到一面 不 不 常常充满的是 忌妒 常常充满的是 不难度 常常充满的是 见不得别人比我们好 在这个当中 我们只要看到别人的生命 跟我们相比 我们只要比他们好一点点 就OK了 所以我们 我们习惯的是 透过别人的痛苦 来看看我们生命 和我们的生活 其实不是这么早早早 但是 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我们却用言语 言语和商业 去把握我们 人性当中 应该要 透过里面书 依致的部分 我们却把它 这样展现之外 所以刚刚 这里头讲的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怪到极处 谁能识痛呢 好 这边有说 人是看什么 人是看外表 叶和宝看什么 人的内气 所以我们 如果真的 在我们言语当中 要得到一个真正的 改变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就是 谁能识痛 只有上帝主耶稣的识痛 祂能帮助我们 在这个部分 甚过这个软弱 甚过这个软弱 所以到最后 我们要来知道一件事情 原来我们的基督徒 我们应该在言语上 要培养有好的德性 那我们分别从箴言 还有比赛亚书 以及温罗西书 来看 那箴言的四季 记载在十五章二十三节 和二十八节 它说 口善意对 自觉喜乐 化合其实 合得美化 所以我讲的都是 我们 如果存着温柔 欣慰的心 能够去跟人 假话应对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当中 你是一个合理持者 你是一个常念 那我们把话 说的合合 合理的话 那圣经另外一句话说 但如果有无趣不合理的话 就像基督徒 落在淫妄之里 所以合理的话 在这个当中 就是自己 和别人 都能到方式 所以一个 能不用不完手 用好的话 是应对的 其实所觉得的 会喜乐和美好 那一人的心 为什么 思念如何回答 二人的口 会口出二言 那我们这两句话说 外面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 就是说想过以后 才会去回答这个事情 才知道怎么样是对你对我 对他人都能够双连或叹连 可是恶人的口 口出恶连 所谓的恶连就是以自己为中心 只要侵犯到我利益的 我就攻击 我就批评回去 所以恶人口 口出恶连 是不经过思考的 好 那以赛兰的表面是什么 原来我们是一个有受教者的舌头 受教者的舌头就是代表了 原来我们的舌头 正如雅各族所讲的 它是对我们世界 没有经过训练 没有经过限制的舌头 就是会乱讲话 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讲一个重点 我们要有受教者的舌头 谁教我们 前面讲的是主耶和话 他如何教我们 后面讲的 提醒我的耳朵 是我能听 是什么时候呢 每天早上 这就报复我们一件事 你说你没有读经 你没有祷告 你没有跟祖 像这个亲近 然后你那种受教者的舌头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原物求仪 求仪也是在欺骗父亲 好 所以这里讲的很要紧 如果我们今天愿意 让我们的舌头 我们的言语 除了服事人的康处 天天来清净主 求主 反照我们的舌头 反照我们的舌头 好 最后这里讲的 就是言语上的好语气 就是客户书4到6点 你们的言语 要常常看着有个气 好像没有你们的调整 就可以知道 该怎样回答个人 我记得很辛苦 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在去年圣诞节 平安那天10月24号 过世 就16岁 我记得在十一 二十年前的时候 我们班里 平中那个地方 就是我国小六年纪 所以已经三十年 可是班里那个地方 十多年之后呢 那里曾经就是有发生这些事情 有人就去屏隆市去找我 你哎哎哎哎 那个阿飘火 那个他们叫他 特加的什么意思 阿飘火 阿飘火 就是咄咄的意思 或者一个打者 哎哎哎哎 你来出一个事情 那 我看到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 就是看 就是 看到更清楚的时候 那我想到文艺的状况 我们是不是常常 在我们当中 一些那种分分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 在那边 用脸条 它好像脸一样 它在你看到你心中安量 它在你看到你 就觉得说 事情可以我们解决 大家一看到你就觉得 可以得到安 所以 各位弟兄姐妹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带着和气 用言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以知道 它怎样 合法做完 那在这里 在这里 又怎样向言 调和 所以我们就常常 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常常去想 如果 今天基督遇到这个事情 这件事的时候 要 会怎么做 所以有时候 我跟师母 我们 常常 好像说常常 偶 不要说常常 会有一些真实 是什么真实 师母会跟我讲 一些事情 那主要一些事情 可能是 例如我解决的事情 我听到的第一时间的展翼 我说 师母你不要太后 我不要太后 我就说 那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那或许他不敢跟我讲 所以他才跟你见 然后我就会在师母面前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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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可是呢 师母就很难解 我说 为什么 你干嘛现在打电话 可是我每次打电话以后 我都在那边 我也没什么好 我的讲话 我的意思不是说 我在师母面前这样 我在他面前是这样 可是在师母面前的时候 或者在面对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 我的老我 会让我们要这样去做的事情 但这样做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也是越冲越高 所以在讲这一刻 那一刻 那一刻呢 其实我能做的是 主编宗康自我 当我讲出来的话 是有一个 当我讲出来的话 是可以的 在我的青少年 下方 我有一个 郁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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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好的朋友 那有一次 在最近 有一次就是说 有一个 要跟青少年的朋友 就是说有些规矩的东西 那 我觉得他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好像 这样做不是很OK 所以我就打电话 我就在这一刻 那一刻我跟你讲喔 那青少年 我会这样想说 如果他们在这个样子下去 我觉得在教会 也没有学习到什么的话 在这边也没有提取相爱 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样的青少年 这样的团结 我们甚至于把他解散 重新再打造这些关系 这个是我跟郁娟阿姨 我觉得这有青少年 我跟她对话的当中 可是当我面对这些 青少年的时候 我不可能对方的说 好 你们解散 你们怎样怎样 不是 甚至于在昨天 跟我们的真相当中 一个一个 圣经要发展出 做的团结 对主这样的功能 是什么 在完之后 我发现他们的心 是活动的 他们的心是乐的 他们也愿意 来打造这个样子 一个团结 我感谢主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家 他们在言语 要讲出来的时候呢 能够看看 什么是耶稣基督 要我们所做的 所以在我们的 扣到最后面的地方 做这个来做一个结果 一句话的威力 一句随意的话 会成为争贝的活手 一句任性的话 会毁掉一个人的名声 一个刻薄的话 会拨下口喷的桶子 一个初夜的话 会熄灭爱心的女生 一句恩慈的话 会请大陆平坎丹火 一个温馨的话 能够使整日暗放光明 一个合力的话 会请紧张 年转无散 一句任何的话 能够使疾病 全力不足 全力更加烦达 因为上帝帮助我们 让完毕人的身后 让我们所说出来的话 就是赞美他 来造作我们一个人 来统新来的老报 好 那我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透过今天你宝负的花蜜 让我们看到 你耶稣在面对当日 和是你法利赛人 以及在你奇事这些先知 在管辖自己的舌头这件事上 都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必须要探索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从这个 生命当中所结出来的果子 这件事 就是说出来的每一句话 这件事情 来回头解释我们的信念 因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能造作人 因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赞美的 我们如果有看到 弟兄姐妹 真的有需要 被对去或者 真的有负负的地方 所以你帮助我们 我们都能够先去跟他 先为他宝宝 跟他好好地谈 或者是这样自信的事情 去跟不知道的人 不相当的人者 以至于每一个人心中 通满了乐壮 每一个人心中 通满了负面的想法 这就如同笑不安和在当中 会发出来 主啊 祝你让我们 能够在这个当中 有更多的学习 因为我们的生命的理念 常常记得 如何以 你所教导的这些原则 来应对我们 生命中的每个时刻 让我们的说话 都是有力量 有正面的力量 有空马爱的理念 有能够从你而来 有机会的美丽 来帮助在我们的生命 看成我们的生命 谢谢你 然后在耶稣的生命 拜拜